许文明教授接下来将跟我们进行的讲解是 孤独症的研究记载 有请许文明教授 谢谢各位老师 我觉得前面几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 那么我的话就是因为今天上午的时间稍微有点紧凑 所以我就尽快地用30分钟的时间 主要是给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我们在就是我们最近几年 做了围绕孤独症的产生成因 以及它的高位因素的建立 以及预防和治疗方面的这个就是工作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 还是有点自豪的 是我们跟县江教授 还有介质科技大学团队好几个老师 特别是在张老师 张小文老师的支持和领导下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也借此这个机会来给各位老师做一些会报 今天我的话主要是我们这个团队 它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孤独症的第一群 和高位因素的 因为我们是在市场儿童医院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背景 就是说华西妇产儿童医院的话 它有妇产科和儿科 这样的两大支柱的学科 所以我们在背景上面 我们结合我们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第三个部分就介绍一下 国内外最近的 两三年的新的治疗和进展干预的一个研究的进展 最后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最近的大半年开始启动的 也是基于我们长期的和电子科技大学和华西和这个山岳 和一个多学科的 公主任的一个研究和干预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本身的话我们是就是说是在这个四川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生殖医学 生殖医儿童行为发育的一个就是说团队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在这个谢江老师的支持下 谢江老师还有我们 他参与了就是说各个儿科心理学 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相关的学科 这个是谢老师的一些介绍 那么特别的因为围绕过部分的干预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很好一个朋友 长期的合作是四川大学那个就是说生理科学院的教授 维生物因为我们现在围绕的老长轴这块 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以及在做转化方面 孙菊教授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是整个四川省的这个就是维生物的学会的理事 但是这个是我的一些介绍 那其实的话我是做医学遗传 然后的话也是在这个就是说 病理生理学机制研究方面 主要今天我想给重点介绍 我们最近两年在两个高危因素 一个是高龄 我们知道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那么就是说孤独症的发生率再升高 实际上两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说从父亲和母亲的因素来讲的话 一个是高龄的 高龄的这个父亲 他导致的遗传风险跟这个孤独症的产生 另外一个就是从母亲的来看的话 孕期的感染和免疫激活 左边这张图的话是显示我们现在 就是说从遗传和环境的两个因素来研究 从模式生物刚才高手上讲的 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基础研究做了很多 临床的研究也做了很多 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们的话重点的围绕的就是高龄的这个父亲 和以及这个母亲的孕期的感染 这两块做的研究 事实上的话精神内的疾病的话 最近在12年他在有Nicher这样的一篇文章 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 临床的就是这个病 对他们在这个冰岛做了这个上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发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所以说父亲的年龄的身高 他会就是说显著的增加 他这个子带出现这个精神神经精神类疾病的风险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围绕的话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引用率 就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在研究精神类疾病和那个的话 必须认识到 而且这是一种新生的 Delogal的一种基因的突变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是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是父亲的年龄 是跟神经精神类疾病风险增高 有越来越的证据 多的证据 证实了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在今年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也是 我们说的Delogal突变是什么呢 是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 我们知道一个受精卵是一个精子和卵子融合产生的 那如果我们在单个细胞水平的话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有孤独症孩子的这个父亲 如果我们把他的生殖细胞取出来 做单个基 单个细胞的这个遗传学分析 可以看到 他这个精子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力 是显著增高的 那实际上这个也是给我们提示 就是说对高龄的父亲的 同时的话在经历有另外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对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个孤独症的孩子 他的父亲的遗传分析 如果我们包括到他的生殖细胞的话 可以显著提高他对这基因的这个诊断 而这个对于他孩子 未来他父亲未来要需要 如果说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生育的计划 或者是他的遗传风险 现在可以在基因组上 可以做到定量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边的话 他在从这个孤独症里边 他全取了17个加息 给他做了这个 他的这个生殖细胞的遗传学分析 然后做了这个经典呢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引进遗传的模式 在这里边 他其实的发现在17个里面 可以准确的把它定位到 这个单个基因的 这种由生殖细胞产生的新生的突变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明确了 他这个生殖细胞 他在减速分裂过程中 是怎么产生这样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 而这个基因 他下一个携带 会携带到这个 就是说后边的 第二个孩子的风险 他可以做到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 因此呢 我们说在对这个孤独症的遗传学分析上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的进展 而且这些进展的话 不断的在往临床的推进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的话 我们说这个就是说 因为孤独症的话 它是一个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 我们对环境这块 特别对母亲这块 现在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预期的 维生素地的缺乏 其实这个的话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我们知道作为成都在四川这个的话 其实的话有一个很非常不利的因素 因为我们的这个阳光很少见 是吧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维生素地的话 它实际上是需要 这个阳光的话转化 转化产生这个钙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在18年的话 在这个金神秘领域 非常知名的一个杂志 就是这个分子的银身病 其实做了一个很大 大型的队列研究 在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 如果是在孕期维生素地缺乏的话 它导致就是说跟这个 儿童的孤独症的社交形为的 这个量表 SRS量表之间的关联 非常明显 通过我们检测 25腔化这个维生素地 那这个的话也就提示我们 对于孕期的话 补充维生素地的话 必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医师日程 那为了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系列的研究 这个研究的话 实际上是全体 我们在围产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数 这个基数的话 它是负责这个 党固存到利息存 种转域的 我们把它叫PS S150SCC CY11 它是在胎环表达的 那在机制研究的 它层面的话 它会可能跟我们的 这个假计划和 就是说雕王有关系 但是的话 其实我们它的表达上调的话 会可能跟运期的 包括药物图数和基数变化 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就为了 我们来观察 我们希望用基数研究的 层面去看 维生素地 对于这样一种基数升高 导致的 我们事实上 我们其实完整地建立了 在这个运期 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基数 给它改变 它会导致这个大属 会出现 这个孤独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在去年 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应用了一个 就是神经干细胞的模型 我们通过添加 维生素地 就是说 可以明显的发现 维生素地的 这个添加的话 可以明显的 就是说改善 它对神经干细胞的 DNA审伤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 就是说 其实的话 是揭示了 就是我们发现了 在运期 跟胎盘分泌的基数 导致了 指代的 这个维地的 孤独症的行为 以及在运期的话 就特意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 基数改变的 这个 孕妇的话 可能需要 大计量 维生素的干预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 也就是系统阐释了 就是说 对于这个运期 它的基数的变化 对于维地 对特别 对于这类的病人 它需要一个 干预的一个重要性 也产名了 它的一个机制 这个是我们 研究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内容 这一部分 我想给大家 就是说强调 我们其实有两块 可以总结的 第一个是对于高龄的 因为觉得 现在社会的 精神压力也大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在中国 或者是在国外 高龄父亲 那它的生殖细胞的 遗传风险 那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也建立了一套 这个生殖细胞 遗传风险的一个机制 大家知道 随着这个二代测序的发展 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到 它的质量评估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基因的测序 现在对于这个 生殖细胞的 外生殖测序 也是在日间的开展 而可以检测出 它的这个致命性 那检测出来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方向的干预 包括叶酸 就是为例的 另外一个 在产前争断 为了就是说 这个产前争断 以及如果是做 辅助生子 辅助生子方面的 给遗传争断方面 都可以洗澡进行干预 第二部分 如果是孕期的 这种基数面化 我们可以寻找到 一个很有用的 一个基数的 biomarker 然后的话 我们发现的话 它实际上是跟 比如说是 辅助生子 包括认证基糖药率 实际上 它给指代了 这个致病症的风险 是密切相关的 而我们的研究也其是 运气如果我们可以 可能改用 大气感维持入地 可能可以恢复 对这一类病人 运气基数改变 导致了神经 干细胞的功能的审快 它主要是通过 竞争性的结合 过多的 P450 SEC 以及通过产物 二十腔化为地 发挥抗炎和保护神经的 这个作用 目前的话 我们也站在 进行进一步的 这个临床和观止 那么治疗和干预的话 可能社会和心理干预 是现在很重要的 也是我想的话 今天还会有很多老师 来讲这一块 也是现在很多 培训机构和医院的 这个重点去干预的 那这里面的话 我就不重点讲了 那我主要是来讲 就是说 介绍一下 目前的一些 精神科的药物 那 其实主要还是想讲 现在还有哪些 干预的手段 我们可以能做什么 这里面是目前有的 精神科的 很多的这种 它就是对症的 抗焦虑 抑郁 的这个 那现在其实更多的 是一些新型的疗法 包括这里面 大家我提到的 维斯素D的干预 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疗法 大家知道免疫 这是这个新冠疫情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免疫学的 那个的话 对于我们认识疾病 不管是感染性疾病 那实际上的话 从我个人的认知来说的话 我认为有一部分的 这个孤独症的牌子 它应该是有免疫学的问题的 所以的话 免疫的 这个抗体的发展 我们也在摄入这一块 我们在自己研发一些 纳米抗体 然后的话 未来我们会做一些 实验性的治疗 老把相的治疗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 就是乔尔杰这个 肠道微生态 大家知道 这个老长轴 最近的话 在学术界也好 或者是说 也有很多 就是基于老长轴的理念 来做的这个 就是疗法的话 越来越多 也逐渐得到这个认可 那精神科的药物的话 我就做了一个总结 目前对于孤独症这一块 它常用的精神科的 这样的一些药物 它的作用的 这个 作用的主要的 症状是什么样的 它的副作用有哪些 它的有哪些 其他的一些 这个副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常用的 抗抗抗抗的药物 薛舍林 呼吸针 这些都是常用的 就是说 在精神科使用的 但是它是对症的 它其实没有 没有对孤独症的 这个病因剧 和它自己 相应的治疗 而且对于 孤独症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社会交往的障碍 这一块 其实没有 很好的一个 一个疗效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在 这个NIH上 目前关于 孤独症的药物治疗 它药物临床 处于临床 实验阶段的药物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的话 当然这大多数 都是在国外的 就是说 一期二期三期 四期的 临床内的药物 那等会儿我可以 给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 就是说 我们认为 比较 比如说这里面 可以看到 基于这个激素 我们知道 催产素 是在这个产妇 分娩的时候 分泌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激素 但对于这种 催产素 特别是 鼻喷的 这种催产素的话 目前也认为 是一个有望 作为改善 改善这个 孤独症儿童的 这个社会交往 很情绪 障碍的 一类很有 有希望的药物 那么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免疫球的这种疗法 免疫球 等会儿我们再稍微 涉及到 就是这个免疫疗法 它的基地是什么样的 大家知道 神经免疫学的发展 告诉我们 实际上的话 在这个儿童 孤独症产生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 免疫激活的 一个效应 这是我们在 纪念和这个 也是和电子科技大学 与协江考试一起合作的 我们实际上的话 发现了一个 在这个血液里边 在早期的 孤独症孩子里边 这种GNFR 它是一个 就是说 明显身高的 而别的话 它和这个 孤独症的 这个 MBC的量表 有一个 就是说 一个正相关的 一个作用 那么 其实我们筛查了 12个 在我们目前检测的 血腥里边 但是的话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在临床呢 因为这个实际上 儿图的 这个很多免疫因子的话 它相对成人的话 它的表达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是用一项芯片 芯片去筛查 发现的话 就是说 它这样的一个 当然其实还包括了 另外包括 在这个 就是在研究免疫学 白质数17 以及这个 就说 白质数1β 但是GNFR 很明显的 出现了一个 那现在的话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发现的话 我们也在 也制作了一个 就是目前 我们希望可以 作为一个 鼻喷的 这样的一个 纳力抗体 未来的话 我们会 针对它 这样的一个 免疫激活的一个状态 首先在实验性 我们可以通过 动物实验 去探索 它能不能改变 这个孤独症 孩子的一些 相关的症状 因此的话 这种抗体治疗 我认为也是未来 可能对于这个 那么现在的话 再挂一点时间 来讲一下 这个老常态 和常道微生物 大家知道 我们基体的话 其实是一个整体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 对于这个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很多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先天免疫 它的发展 是由于这个 微生物的 这个产生 包括这个细菌 或者一些物质 LPS 那这个的话 它刺激我们 尝到的一些免疫细胞 然后的话 通过这个 透过学老鼻炸 然后对这个 小胶子细胞 而对神经细胞 就是说 产生这个 通过小胶子细胞 的一个分饰功能的改变 改变我们的 突出的可塑性 因此的话 这个老常走的话 实际上现在发现 对于抑郁症 和一些就是 疾法 很多疾病的产生 扭屁一些 相关的这个 因素 因此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治疗 就是说 来 力图通过 改变这个 肠道维生态 来对于这个 抑郁症 以及相关的疾病 进行这个治疗 那我们其实 做了一个研究的话 我们在运气 对于这个 就是说 认识基糖尿病的 这样的一个病人 在我们医院 收集了 认识基糖尿病的 我们来检测 他新生儿的 肠道维生物 我们发现的话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疾病的话 他新生儿肠道维生物的 这个发 他的风度 和他的举群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那这个是我们 就说 的一个发现 同时的话 我们也做了 在成都地区 我们收集的 这个 自立症儿童的 这个 强盗军群 也发现了 他出现一些 比较有意识的 强盗军群的改变 这些 进去的改变 其实我们未来的话 对于这个 强盗军群的干预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拙力点 那 第四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说 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 就是说 我们和这个 监子科大 弘敏老师也在 这边的话 就是说 我们 开展的一个 就是说 关于 孤独症儿肯 无畅的筛场 与康复的一个计划 那个的话 这个计划的话 也得到了 四川省残联 还有相关的 一些康复机构 的一个支持 那也是我们希望 把我们 就是医学 工学 和和这个 就是说 神经科学 大家各自的 这个专场 发挥出来 我们希望能建立 一个这样的一个 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有不少 有一定的主观性的 特别是对父母 来做评估的 那他 没法 做到非常特观 但是的话 如果我们结合 这样的一些 就是说 生物学标志 或者是说 脑电 以及食物证的 这样的一些标志 我们就可以 更加客观的 或者动态的 来监测 这些孩子 他可能 他的最治疗的反应 他以后的预扣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也是 就是说 和这个 电子科技大学 这几位老师 特别 老德中教授 徐鹏教授 段旭君老师 这个的话 我们和 今天的话 就是说 冯卫老师也在 就是这个是 就是冯卫老师 我们一起 就是说 组织了这样的 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实际上是在成都 和这个绵阳的话 已经做了几个 我们已经建立了 一个以幻儿的 这个定量的提升 为核心的 而且是幻儿 可以进行数据的 可以分析 进行建立一个 立体化 结构化和系统化的 一个康复系统 那这个的话 也是当时是在 四川省蝉联 就是说 这个杨理事长的 这个支持下 和蝉联 也进行 就是说 进行了这个 就是说 孤独症的一个科普的讲座 同时的话 这个在三年的支持下的话 我们也在 这个电子科技大学 老持工症的实验室 进行了一个汇报交流 也在 这个 同时的话 就是说 我们也做 在这个电子科技大学 做了这个讲座 同时我们特别 其实是在这个 就是说 在我们的张主委支持下 我们还到绵阳 做了一个 就是说 孤独症的一个科普活动 大家知道 在成都的话 可能信息资讯相对的 这个 比较 发达 但是如果是到别 或者更 或者到更 那个 就是说 地方的话 我觉得 我更需要 我们大家 主动的走出去 关于 对孤独症的治疗 预防 的一些新的进展 和当地的老师 或者是说 当地的特教机构 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 把我们需要 我们把这些 现在的一些 科学的研究 医疗上的一些进展 告诉大家 然后的话 能够尽可能的 帮到就是说 大家 那在这里边 也用了一些 比较新的技术 包括这个眼动 这个是段序君老 教授 他们的一个 就是说 专利的方法 他可以来检测 孤独症孩子 他的眼睛 眼动的 这样的对眼动的 一个反应 徐鹏教授的话 他们的团队 做了这个 一一剂 这个一一剂的采集的话 就是说是 就是说可以 把孩子 就是说 用这个固定的 这样的一个电极 就是说可以 去检测 他老的网络 在目前我们 手期做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他相对于这个 就是说 他的量表评分 可以达到 非常好的 就是说 根据他的网络的 TOP结构 用网络 大脑连接的 这样一个数据分析 可以达到 百分之百的 这个准确性 所以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无创的 非常客观的 检测方法 我们未来的话 就是很有希望 就是进入到 这个ASD的 一个诊断的 应用 而且的话 可以做一个 无创的评估 到底他治疗 有没有效果 是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在 冯慧老师的领导下 已经做了 一百多例 我们希望能够 做到更多的 样本 能够形成 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同时的话 这个机会 我也简单讲一下 我们现在还在 做的一个研究 这里面可能 也有好多 这个 就是说 特教老师 我们把它叫 叫做幻星计划 作为高龄的 孤独症孩子 父母的一个 关怀合同 这是令我们 我们自己申请的 这个基金 做的这样的 一个项目 因为这个是在 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Laser Medicine上 它是所发现的 也是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对于 高龄的 孤独症父母 不管他有没有 生育的需求 我们可以给他 做一个免费的 生殖的 这样的一个 基因的这个筛产 而也可以做 马上的这个 测序 那这样的到底 对这样的一些信息 对他父母 有些什么帮助呢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作为 一些靶向干预 包括液酸 维生猪D 以及他如果说 有生育需求 可以做这个 产生产断 以及如果是 涉及到辅助 生殖方面的 我们可以做 生殖的 这个遗传学 证断 总之这样的 一个研究的话 对于特别是 对这样的一个 目前正在 正在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 这个海报 贴到这个茶仙 如果有老师 或者是有相应的 有这样方面的一个 就是说 对这个方面 有一定的了解 或者愿意来参加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把孤独症的 这个还 就是说 他的遗传风险 做这个更多的 这种定量评估 把这些成果的话 能够应用到 实际的 就是他们的生育需求 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同时在做 这个长发 微生态的调节 就是和我们和 申群教授 一起合作 那他们的话 有两个专利的 这样的一个举株 我们的话 就是也是在和 一些食品生产 和保健品生产商 我们会把它添加到 这个就是说 食品里边 大家知道 在其他的一些 兄弟的省市的话 这样的已经在 在很多一些医院 开始进行这个实验的 这个治疗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方面的 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和一些这个进展 能够带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 西南地区的 孤独症的儿童 希望能够使患者 能够有受益 好的 那今天的时间关系的话 可能就比较快的 过了一下我们 最近两年 所做的 围绕 围绕这个孤独症的一个 遗传病因 它的这个运气的 高位因素的 鉴定和干预 以及我们目前 正在做的一些 项目的一些汇报 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来 围绕围绕症的 这样的一些 能够做更多的 研究科普和宣传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